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红萝卜 我们先把它切成片 薄薄的切就可以了 切得薄就容易熟一点 切得厚就难熟一点 好了 我们先把红萝卜切成片 我们先把草菇切成片 把草菇切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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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很好吃 好了 我们先放一边 有些豆腐 买回来 有些人喜欢硬豆腐 我喜欢买硬豆腐 大小就随你了 我喜欢这样的 不要太薄 切得上来 你觉得它大块 你又可以开边 对吧 那就好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它切成片 刀下的时候 顺一顺 下了才下 豆腐就不会烂 斜斜地 先下尖 先下尖 好了 我们下些油 等锅红一点 它就 下去 它又没那么容易出水 如果锅未红 你放了它下去 这样煎 它就会逼出它的水 好了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先转小火一点 现在红了 那我们就下了 小小力 油油手 它就不会烂 弄开它 就不要烂火 不用动它 要确保它 不要黏锅底 翻它呢 可以用锅铲 转一转它 煎出来 温柔一点 慢慢煎出来 煎出来就英俊很多 好了 那我们差不多了 先关火 那我们就把它盛起 盛起 盛起的时候 大哥 又是要温温柔柔了 真的 好 我们搞定了 煎起是不是很漂亮 百分之一百 够够都可以碰到 我不是男人 我不明白 但我估计呢 人家正在开工 因为吃饭时间少 它快静静 有惊味 是吧 它煮好了 一炸下去就完成了 有些人吃饭 你开工的时候 有些真的只有半个小时 九个小时 什么都要快 它现成 是不是就是这样 男人的浪漫 不是男人不懂 我先切葱段 有些人呢 喜欢切葱花都可以 那我就开了个炉先 爆火烂那一刻 少少油就够了 那就轻轻叮那么多就可以了 就是随便不要黏底而已 首先下姜 就轻爆少少的 又是慢火一点 慢火一点 慢慢爆它 让它不要焦 迫它的香味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下酸荣 好了 那我们爆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下火腩了 打开它 爆好这些之后呢 我会回那个豆腐 我才会下少少的 因为 豆腐是完全没有味的 要爆到它变色了 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下了些葱条 一起爆起它 那就更加香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会下少少的磨屎酱 不要太多 因为烧肉咸 爆爆它 爆爆磨屎酱 好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要太大力了 因为豆腐很容易烂的 拌一拌均匀它 因为我们有些磨屎在这里 让豆腐熟一熟味 但是就不要太大力 拌均匀就OK的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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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少少水 炆一炆它 轻轻力 弄均匀 都没有了 好了 那我们呢 炆的时候呢 因为那些豆腐呢 没有味的 那我们呢 下少少 蚝油 不要多啊 少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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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就埋个芡 埋个芡呢 它呢 就有一个凝聚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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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些芡锅呢 啊 啊 那我们就要把芡锅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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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关火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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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菜呢 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先炸了 上碟 先下了个煮 先煮一下 今天这个豆腐炆火腩就完成了 很容易做的 而且它也开胃的 又有益又有营养 它胆物质又高 大家在家试一下这些简单的菜式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